在台中大坑有一间竹子风味餐厅 招牌的竹筒饭老板特别选用梦中竹炊针 媲美日本月光米的台梗九号米 口感吃起来香Q含有淡淡的竹香 配上卤了四个小时的软骨肉 味道咸香超级下饭 竹筒还可以让你免费带回家 这家老店曾经面临歇业 老板靠着努力 现在一天就能卖超过1500个竹筒饭 还获得了2022年米其林必比等推荐 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 那你一起来看 你好 两位用餐吗 好 位置要稍等喔 好 价值都很多了 根本都没有位置 因为他的必比单子 因为必比单子都会 所以人就更多了 每天就是排队要进来 然后后卫时间大概长达半个小时 到14时 对 可是客人也是孕孕的 一到餐期 人潮熄攘而来的竹子风味餐厅 客人甘愿随波逐流 站在门前等待用餐 为的是能吃上一口 有别于一般餐厅的竹子饭餐 他们的竹筒饭吃起来蛮Q的 而且来讲的话 他的香气也蛮足的 你吃完之后 他的竹筒做得蛮精致 你也可以把他带回家做纪念 他们家的软骨饭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软肋 去煮到 你那个肋骨吃起来好像胶脂 我们还会点控水 因为他的控水吃起来不油膩 因为我们女生就最怕胖啊 所以就是不油 竹筒饭是餐厅的起鸡饭 民国七十二年刚开店 廖国栋就靠着这一桶饭大响名号 那时候盛放 我现在不敢想象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有点不可思议 最多一天可以卖一千五百多个 一千个 一千五百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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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 就丢掉了 早期大坑卖竹子料理的餐厅 少吃又少 廖大哥算是开山始祖 每到假日登山客络绎不绝 餐厅也就变成山友们 翻山越岭补充体力的像是天堂 甚至以前会有点害怕 因为以前只要有空 爸妈就会抓过来说 你还帮忙做煮筒饭 有朋友还叫我竹子公主 我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叫我 太好笑了 拜托 对 他说你就竹子养大 我说我知道 那你不要叫我竹子公主 说话成文老练的小萱 接手老爸的餐厅十多年 从小在店里长大 是标准的新女孩 招牌的竹筒饭 他从小吃到大 可说是拉拔他长大的成长食粮 我们是用农会的台庚九号的米 它的品质比较稳定 然后米粒的话也比较Q弹 竹子是什么样的竹 是用梦中竹 对 选用竹山那边的梦中竹 梦中竹的话主要它的竹筒 够粗够大 有办法做竹筒饭 刚刚吹蒸好的竹筒饭 淡淡的竹箱 令人仿佛躺羊在竹林 吃来米饭香Q 还有微微的粘性 这股纯樸的滋味 虽说味道质朴 但能够一天卖掉上千碗 肯定有它的魅力 吃起来就是有香气 然后QQ的 越吃越冷 然后闻着那个香气 就感觉了 味觉跟那个嗅觉享受 竹筒饭就是有竹筒的香味 然后竹筒就是它的形状 带回去 以前我带小孩来的时候 小孩子就会选 收起竹筒回去 是 放银钱或是放一些笔 就还蛮实用的 客人还会点一个竹筒蒸蛋 一挖开里头有肉燥香菇 鲜香味浓 底层居然还有蛤蜊和鲜虾 蒸蛋配上海鲜 料风味美 吃完还能把竹筒给带回家 无家够无鱼 它里面不只有蛤蜊肉燥 还有一些 加一些竹筒进去 就让它的那个蒸蛋更清甜 更香这样子 客人 大吉的竹子风味餐厅 三十年前生意好到 从一碗竹筒饭 开发出各式各样的 和菜佳肴 像是贵桑桑的猪肋骨 一条猪限量两条 料大哥做成软骨肉 为了让这一块肉有学问 它更结合苏东坡的诗词 因为我竟然 我已经有做竹的料理了 我不需要有一些文化的存在 那我就借用苏东坡 苏东坡的名言 无竹令年薯 无肉令年寿 因为有竹子 有纤维纸的东西 那你必须也要有一些肉 所以说后来又开发出了 叫软骨肉 颇有文化底蕴的软骨肉 简单加入酱油焖煮 被文火逼出了鲜肉香味 光纹就令人胃口大开 软骨肉经过四个小时焖烧 吃来Q软黏嘴充满胶质 瘦肉也不会因为长时间烧煮 煮得软烂没有口感 许多客人还会搭配竹筒饭 吃来咸香软嫩 令人忍不住开始爬饭 它的吃起来就是都是胶脂 重点是我觉得 他们家的东西吃起来不油 然后我们没什么吃饭 都可以直接吃下去这样 卤得又Q又好吃 而且里面的笋干的味道 特别的香 入口即化 而且本身来讲的话 它的肥瘦各方面蛮适中的 餐厅的菜色口味好 更获得国际评审青睐 被全球知名的米其林指南 收录在美味的口袋名单 虽说看似风光 但回想餐厅刚起步 仍历经一段创业黑暗期 幻视起头来 刚开始坦白说 一天 那时候大概将近有一个月 一天卖不出十个竹筒 卖不出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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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也没有名单 也不知道 经过台湾跟日本 台湾那些媒体霸导之后 整个一炮我哄 那时候印象都是 有工作 做到没工作 没工作 做到有工作 根本没时间休息 廖大哥原本做贸易批发 三十年前接触竹子 发觉是个不错的健康食材 刚好老家就在盛采孟宗竹的台中大坑 于是就近取材和太太卖起竹筒 尽管一开始客人不多 但他努力地撑下来 现在廖大哥准备退休 身为独生女的小萱 认真学习老爸的手艺 古早味的蚝油笋尾 使用最嫩又最营养的 麻竹笋的笋尾料理 用大火爆炒的蚝油笋尾 在锅中翻炒 不时喷发浓郁的酱香 烈火逼出了笋子最迷人的香味 光看就令人迫不及待想大口尝鲜 新鲜現場弥漫濃郁鍋器的蚝油笋尾 吃来咸香又嫩 细细咀嚼脆嫩的口感 不得不说还真令人回味 配着红萝卜 葱段 吃来更突显笋子的甜味 层次相当丰富 吃起来还蛮脆的 因为一般如果说笋尾 你不会做的话 做起来会烂烂的 它本身现在来讲说煮的烂度 各方面来讲 它都蛮不错的 另一道怀旧风味的酱笋海无锅 更赢得爱吃鱼肉的朋友喜爱 经过吹蒸飘来淡淡的鱼肉香味 酱笋吃来咸甘为甜 有一股清甜的笋香 海无锅肉质细嫩鲜美 鱼刺比较少 很适合长辈和小孩食用 稍坐一下稍等一下 店的时候手部请先消毒 谢谢 廖大哥退休之后 店里几乎是小萱一个人打理 经营一家店实在不容易 更何况现在又获得米其林肯定 廖大哥自然捨不得家人辛苦 我当然是开心 但是我是替他们开心 因为他们总算努力援手成补 对我来 我们户籍来讲 我们只是一个创办人 他真正坦白说 做餐饮业 你要生力其境 你才知道做餐饮业 他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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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辛苦 成功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需要一如既往的坚持 这就好比竹子的医生 总给人刻苦的印象 竹子其实在头三年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非常慢 等于头三年 你可能都是在打基础 然后等于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也许没什么发展 可是当你熬过那段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快速有一个进步 然后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竹子这一部分 真的还蛮值得学习 从竹子的一生学习如何成长 虽说需要时间慢慢酝酿 但只要熬出头 一切都值得 为了给客人感受竹子的特有韻味 餐顶不仅流露出一股浓浓的竹子风味 店里承设也给人流露走近 无意盎然的竹林风情 而一进来就映入眼帘 竟然真的大家就是竹子 不用跑很远 不用跑溪头 不用跑拉里山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竹子所做的 家具 餐椅 餐桌 这个屏风 包括它的桌椅都是竹子 然后建材包括竹笼 缩衣 所以一进来就很有感觉 是在地的那种感觉 餐意感十足的竹子风味餐厅 客人点餐就看着竹片写成的菜单点菜 抬头一看 古色古香的竹灯罩 更透露一丝古典情怀 只不过别具特色的 莫过于柜台前这一个 用竹子编成的龜壳 它功能跟桌椅一样 就是遮阳必用 可是是擦秧的时候 背在身上 如果是从阿嬷那个年代的话 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年前 小萱努力打拼 保留上一代的传统和精神 她稳扎稳打在逆境中求生存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只要经得起考验 得到的总会是鲜美的滋味 在台中有一家拉面店 汤头相当的浓郁 面条吸附汤汁Q弹又有嚼劲 但价位是很清明喔 这家店的老板黄铁人命运多串 才三个月大的时候 就被父母遗弃 靠着剪破烂赚钱 没想到周年又遇上两场大火 让他再度一无所有 但他仍不向命运低头 在破旧的铁皮屋里卖起了拉面 这才重新站了起来 利多的下面煮面 眼前这位有着荷兰血统的黄铁人 煮起日本拉面来毫不含糊 就连甩面也有学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甩 把那个豆椰水分甩干 然后它进去的时候 它就容易吸附汤汁 可别小看这一款日本生面面条 当初黄铁人可是等待了许多年 非得指定这一款面条 才敢开始卖拉面 看起来就觉得很Q 你看就可以这样 这样拉都OK了 像橡皮筋一样 会有一个Q度 可是面就容易吸附汤汁 就很好吃这样 当初要做拉面因为没有面 他有介绍一个日本人做的拉面 生面 我就跟他买 他不卖我 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名气 他并不卖我的拉面 到三年后他才卖给我 你是知道这个面 是老板敲了五年才终于有的面 是吧 真的让老板用心 不论是东京酱油拉面 博多豚骨拉面 或是北海道味噌拉面 每一碗都是简单的 溏心蛋 豆芽菜 叉烧肉 加一点葱花提味 徒时无花中 可以看到黄铁人 对于客人的那一份用心 老板早安 你好 你怎么自己拿 很熟 对于食材严格把关 黄铁人每天一定亲自到市场挑货 这摊猪肉摊 不但有现宅温体株的新鲜 又有新鲜超市般的冷冻卫生 好品质猪肉做出来的叉烧 可以享受最自然的原味 而大理石纹路的断面 则得靠功夫层层缠绕 其实你看我这样绑很轻松 其实手很痛 讲话已经会喘了 对啊 你看手 这会很痛 因为它很厉害 已经滷过的叉烧肉 我们把它切片 OK 这样这么大片 我觉得这有诚意了 我自己觉得是有诚意 不会柴柴干干的 吃起来你咬下去 还有那个肉汁的甜味 会散发出来 真的很棒 你至少知道它那个油脂会释放出来 会自自作强 然后到时候它这整个 就会呈现出它的香气出来 有点像培根的味道 对… 可是不是用培根的做法 它就比较清爽 可以吃到它的油脂 露的甜味鲜味 还有它的酱油味道 都呈现出了 这是味觉原貌 仔细地跟我们分享 盘起拉面就充满热情的黄铁人 年轻时曾经远赴日本学做拉面 只为了寻找那曾经有过的感动味道 他也把日本职人的龟毛精神 学得淋漓尽致 这个都要处理掉 这是你在日本学到的 对… 这个其实这个味道 很多不好的味道也会从这边出来 因为它脚在四眼的时候 都塌在地上 帮鸡剪指甲 修肉垫 清理龙骨的细缝 光是拉面的高汤前置工作 就很繁琐 熬高汤的蔬果也要一一削皮 背料就耗掉大半天的时间 乳化后的豚骨高汤 果然清爽 不油腻 它很荣誉 然后又不会很咸 因为我最怕咸 然后它那个芝麻 打下去整个都很香 谢谢 来 谢谢 请用 慢用 黄铁人相信 只要能够打开客人的心 就能够打开客人的胃 他只要一有空 一定不会忘记跟老客人不感情 它就是小鸟味 所以你记得每一个客人的脸 会记得他们的信号 几乎嘛 又变朋友了 我的客人都变我的朋友 变朋友 几乎都是在座的都是这样 做到变慢 把客人当自己的家人 其实黄铁人是想借此 弥补童年的孤独 他说小时候的印象里 因为父母离异 他是由奶奶抚养 没有双亲照顾 也因此常被孝氏来路不明的孩子 为了分摊奶奶的辛劳 懂事的黄铁人 从小就自己赚钱 佛小就会去捡事业回收 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去把它捡捡 捡到学校附近上藏起来 下课的时候再捡回来 然后把这些变卖过以后的钱 我去拿去披花市场 去披糖果 然后卖同学这样 到路边卖这样 那风铃过节会卖得更多这样 虽然童年得不到家的温暖 但还好遇到生命的伴侣 让他有了家的感觉 黄铁人为了创造幸福 拼命地赚钱 开了两家夜店 但无奈造化弄人 一次电线走火 一次受到邻居大火波及 两家全烧光 黄铁人的生活也再度陷入低谷 是啊 有朋友会跟我讲说 你怎么那么倒霉 碰到那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句话 其实我会跟他讲 这不是倒霉 这是老天爷给我机会 来做一个磨练 但是负债人生 并没有打倒黄铁人 一无所有的他 想起童年卖咖啡的梦想 于是他开着自己打造的行动咖啡车 到清晋农场去卖咖啡 他没有多余的钱住宿 四年来天天睡车上 只是厄运之神 还是没有放过他 当租受伤的时候 这一次也是断过 从这里 然后生来一层皮 一个改造餐车的下午 黄铁人不小心把手指头给锯断了 刚接的手指无法握笔 不能继续揭按画设计图 四十二岁的他 生活第三度陷入困境 那我大概有整整半年 半年时间是自闭的 完全自闭不跟他讲话 那时候蛮会对我太太的 刚好我小女儿刚好出身 当下就觉得很绝望 可是还要走出来 陆走到尽头 还是得找出路 黄铁人不愿向命运低头 也因此感动了 原本不愿卖他拉面的日本老板 让他能够顺利的 在铁皮屋卖起拉面 一碗热腾腾的铁皮屋拉面 逐渐煮出了口碑 苦熬十年 黄铁人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店面 此中的客人也跟着过来 原先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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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从铁皮屋吃到这边来 你的味噌这样吃谁 OK 会太咸吗 不会 不會 OK啦 OK 那帅哥你的呢 OK吧 差很多 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 在这边的气氛行 很又帅 又调味 更好吃 对… 苦近甘来 走过贫穷的黄铁人 心中有着感激 在细节处 他也更加的要求 像糖心蛋一定会用中药卤汁 泡过来增加香气 如果是这样子可以泡 是二十个来讲的话 我可以用这包这样子 用塑胶袋 我就可以泡出八十克 我倒进去 OK 然后呢 看不多 三分之一 对… 所以我把… 抓起来 然后把空气挤掉 有没有看到 全满 就浸泡到了 对…就浸泡到了 你把空气挤也多掉 那就浸泡到了 然后再把… 包紧 它整个就起来了 具有想法的黄铁人 总是不断地研发 挑战创新的口味 让客人有尝心的感受 这些料 几乎都是泰国的 泰国的一些香料 像这个是柠檬叶 柠檬叶 柠檬叶 香茅叶 就香茅 然后自己做的 虾油 然后这姜粉 这自己做的 海鲜濃缩的一些汤 配在一起 它就是这个味道 是南洋口味的 外面吃不到的拉面 它是有点酸酸辣辣的 吃起来真的蛮过瘾的 小时候就一直想说 没有东西吃 就会想把… 长大了 把冰箱塞满 结果我家冰箱有四个 所以你其实有点 补偿的心情 对… 这样你会比这个 有安全感是不是 对… 一路走来 经历风风雨雨 断职的黄铁人 有着名字一般的钢铁意志 走过一关又一关的关卡 勇敢迎向逆境的酸甜苦辣滋味 他相信 只要肯努力 一定会有出头天 创始人赖秋姬 可是有着胡椒虾十足的称号 年轻时 他为了要一元创业梦 就跟朋友合开了这间 吊虾厂 卖胡椒虾 没想到 好味道不惊而造 从此开启了他的餐饮事业 但十年前 大儿子出了场车祸 成了植物人 赖秋姬为了要给予他最好的治疗 事业一度停摆 期盼有奇迹出现 带您来看他突破逆境的创业故事 瘦大的红头母虾 到底手法多变 不管是炒的煮的还是用烤的 不同菜色呈现多重滋味 百变吃法一道道火虾料理 让韬客食之大洞 为在高雄的这家餐厅 三十年屹立不遥 创始人就是他 人称赖懂的麦秋姬 米酒 仅靠胡椒 米酒 盐巴 三种调味料 就能做出美味的胡椒虾 细节是关键 它搅拌是为了让它均匀 让我们的佐料能够均匀 受热的主要均匀 你现在听到那个叭...的声音 就是要关小火了 虾子煮熟后 只算半成品经过冷却 等客人点餐再二次加热 胡椒虾才算大功告成 肉也有胡椒的味道 然后又不会太咸 像我们在做檸檬虾 我们过游的时候 你看它浮起来二分之一 就是水分已经去掉 差不多30% 那时候你就要赶快起锅 虾子才会甜美 不然的话会干 但是我们做麻油虾又不一样 麻油虾它要怎么样 让它水分去掉50% 为什么要去掉50% 因为等一下你要让它的佐料 它的米酒 它的胡椒粉 它的调味品 甚至它的麻油 能够渗透到它的肉质里面去 这样的话它才会 风味才能够做出来 没到婆虾怎么做才美味 赖董不藏私 因为新鲜度胜于一切 清晨四五点天才刚亮 路上弥漫着雾气 赖董就来到虾子的故乡 屏东离港 看养殖业者撒网 进池子里干活 曾经也炫养殖户的他 比谁都懂各种滋味 产量不好控制 价格自然就会往上调 所以坚持不杀价 成本再贵都自行吸收 从繁殖养殖 采收到运送 甚至我们到我们餐厅来做料理 供应链养活了好几千人 土来的产业 我们也需要好好的照顾它 这个市场才会活络下来 从捕捞挑选到沉重 为了保持虾子鲜活度 还得赶往制冰场 加冰块冲水 引送过程 一切也得小心再小心 把持在18度到20度中间 在运输的时候又让它水温 第一 含氧量高 在这边的话 它的死亡率就几乎等于零 只要提到虾子 没有什么难得倒它 看不出来35年前 赖董其实是个 年收破百万的业务员 每天都想着创业梦 因缘机会下意外开启创业路 其实我们当初是 釣虾场开始做的 代工料理胡椒虾一斤20块 麻油虾代工料理一斤50块 烧酒虾代工料理一斤100块 慢慢的生意 吃虾的生意越来越好 釣虾釣不到 那吃虾人越来越多 后来算了啦 就不要掉了啦 就专门来卖虾就好了 一不做 二不凶 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 但即使赖董在忙 也坚持每天回家 太阳日渐西下 不管人在台中 还是高雄的分店 当天都一定会开车 回到台南出家 每天来回奔波不嫌累 都是因为家里的心肝宝贝 就是让他放心不下 慢慢的来 小心喔 好 好 好吗 好了 好 大哥 回来了 在车上的是他的宝贝大儿子 2012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意外 被撞成了植物人 至今赖董回想起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还是无法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我儿子车祸 现在人在台南市立医院急诊室 然后我们以为是诈骗集团 那知道第二通电话再过来的时候 我们才真的恍然大悟 我们就马上折回台南市立医院 然后到急诊室看到 那个场景用 所以人生无常 我记得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他就是全身是血嘛 然后 那个画面就是 一直到现在 四年多了还是在 回想起意外发生的那一刻 画面至今人历历在目 当时儿子被推进急诊室开刀 一开就是九个小时 父母无能为力 只能在门口着急又无奈 赶快救他吧 赶快救他吧 但是医生有讲说 有可能起来是知悟人 但是在我们的心内里面就说 有一点点希望总是要救嘛 不可能说忘记 每一个父母亲我相信都一样 不喜一切代价 怎么样也要把儿子抢救回来 为了让儿子得到最好的照顾 赖董放片名医 每天奔波来回 心中一直期盼奇迹能出现 我们一直不放弃 针灸电脊高压氧 甚至脑波执症等等 做了差不多十几种的那种医疗 好不容易 他现在好像看到一点奇迹了 所以说讲说 我儿子还蛮幸运的 让我当儿子 我还是想尽办法尽我所能 去把他医治 但是像创世基金那几万 一两万人怎么办 亲情是无常的 回顾赖秋吉的人生 虽然有一半的青春 都奉献给了瞎子 但最终这位胡椒瞎十足 领悟到人生 不是求事业做大 而是家庭圆满 事业规模缩小 为的是能就近照顾宝贝大儿子 从低潮中肺震起来 用时间持续等待奇迹降临 当然是需要努力 但是家庭的大大小小 真的才是我们的心血 才是我们所要的 最好是能够 这个我们还健在的时候 把他医好 让他能够自己照料自己 这是人生的 有一间位在台中的 七十年老面店 仁臣吉妈的第二代老板娘 他有着豪爽直率的个性 也是出了名的大嗓门 帮客人点餐的时候 总会用麦克风来附送餐点 整家店大声嚷嚷的声音 不绝余饿 而店内供应的是什么呢 是眷村味的上海面食 用家传配方制作出的面条 还搭配这个免费的烟葱段小菜 十分解腻 老店经历了三代波西传承 还连续两年荣获米其林 逼逼登的殊肉 一个大台 两个小台 一个大蛋蛋五好外蛋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一个蛋 好 你自己拿 大台在这里吃 再加一份肉 大台加肉 这里吃 背着麦克风大喊 固定坐在门口旁的小收银台 她是人称吉妈的第二代老板娘 听她播报教菜 是这里最独特的风景 大台小蛋蛋 这里吃 大台小蛋蛋 这里吃 她特点就是她闪门特别大 有些人不习惯会以为要吵架 习惯就好 习惯你没听到她大闪门 你还会觉得不习惯啊 这家位在台中的面馆 教菜方式很特别 但想想店内满满人潮 不大声点似乎也不行 妈 再讲一次好不好 吃的面 一个方式的就是这个 然后这样子的饭乳 煮好外带 沙饭煮好的外带 好 没有吵架的意思 只是有时候 她会讲到破音啊 喊到破音啊 或者是 或者是其实她讲得 听得很清楚 有时候故意就是要逗她 里头长出的是吉妈的媳妇 胡彥玲 如今是接手的第三代老板 当然也沉袭着自家特色 做完了是一个大盘 但是要给它咬肉 它咬肉 好 好 对客人的喜好 早已掌握在记忆中 面好吃是当然 但这麦克风大喉点菜 厨房一呼百怒的场景 大嗓门环绕音效 似乎也把这碗豬排面 称得更香了 我在这里吃了三十几人 排骨湯面 它的面很特别 吃得好 吃外面吃不到 采用新鲜里肌豬排肉 没有裹上过多炸粉 现点现炸 吃起来软嫩烹香 配上清淡汤头及面条 吃的时候不觉得过分惊艳 却意外会想念 七点有了吧 也是五一间走来这里 然后发现外面排队还很多了 经典的那个有特色的餐点 炸酱面的料 它只有豆干跟红萝卜 它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它只有加我们家的酱汁 没有肉燥 没有肉燥 也没有蒜头 所以这种是五星素他们可以吃啊 另一碗滋味道地的外省炸酱面 配料及做法相较简单 却也特别顺口 加入勾汤 还能直接变成汤酱面 就像是清水扁鸡汤 简单又美味 我最爱吃的就是它的招牌 那個排骨面 然后我来的话 都是一定会再加一份炸酱 从小吃到大了啦 就是来都一定是会点这两样 吃面的同时绝不能错过的 还有这免费小菜 简单凉拌的腌葱段 十分解腻又开胃 这只辣椒加入蒜末跟葱 再淋上热油 红亮盆香 有的客人还真的就只是冲着 这一位而来 有叫买那个葱 我说你吃面的时候我会送你葱 你觉得好吃要再买回去 你再去买 凉拌葱 其实这是煸 凉拌菜最主要就是酸 所以我现在放的这个是醋而已 很好奇耶 对 我们没有 我们家在放料没有 在拿蹭子在那里蹭 还是 还是几瓢几瓢 没有这事 放料不手软一次就是好几斤的量 让这免费小菜更显得香辣烹香 已是半退休的吉妈 亲自传授媳妇的做法 不仅味道 连人情味也不变 你问一下 那个老板人知道 我常常送这个送那个给客人 所以我跟客人比较有感情 就是这样子 他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老妈妈 那时候最早的时候 然后他是第二代 然后现在已经传第三代 我知道啊 我常常来吃 他有时候塞一些菜给我吃啊 老顾客回忆过去 因为这味道已经味饱 台中人超过一家字 创立于民国39年 出生自上海的第一代创始人 吉尼洪安 当时为了生计 背起上海家乡味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面摊做起 如今搬到县址 已幼20年 包括打基础嘛 对不对 他们创业嘛 那我是把基础打稳嘛 然后现在交给媳妇 就传三代 三代啦 我们做了70年了差不多 就一接就 我就接了 好像我本身接了都做了30年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传师傅 最主要还是要兴趣 人家看我辛苦 我不辛苦 好乐啊 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不是讲过吗 你不喜欢做的事 叫你做的话 你会很累 辣椒衣服你去选 我要选 要尝一尝啊 它比较辣 我说啊 客人说 哎呦 怎么那么辣 我说辣椒不辣 辣椒什么 叫甜椒 宽宽小菜 重辣烹香 这是因为吉妈 原吉山东 神与四川 个性自然 直率海派 但别看她年纪大了 算钱收账 利落得很 一个小的 对不对 230 还有什么 到那边是辣的 305 而这一算 就算了半辈子的人生 从吉太太 卖到成人人口中的吉妈 小面馆 婆媳三代相传的 不只是大嗓门 还有从70年前第一代婆婆 就开始卖的这款面 我的面比较没有抓好 一球一球在那边 所以就是客人要面少 我就煮少 客人要多 我就煮多 然后我们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家只有一种面 只有这个细的面条而已 家传的独特面条 搭配大骨熬煮的汤头 用少许酱油 麻油当基地 再放上炒好的酸菜 这碗酸菜面 是创始人最爱的料理 一碗汤面再配上一杯酸梅汁 但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刚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19岁吧 然後 所以我今年到现在 都大概38年了 38年 38年 吃这么久了 味道有变吗 你家 没有 她们一家 应该是说三代 都在我们家里面吃的 她们相家的故事 我怎么看到妳是最感到的 就是她一边吃 一边掉泪 她不知道吃的是汤面还是干面 有啊 这单纯美好的滋味 是三代婆媳 一脉香醇的大嗓门美味 一碗面 一杯酸梅汤 跟免费的凉拌小菜 慰藉了老一辈人的香愁 也换起这一代人的儿时记忆 内行人都知道 要前往潭子的一个秘境 第一代老板林东村 四十年前自创烈火焖烤鸡 用火围绕在铁桶的园里 把鸡肉的原味跟甜度逼出 这一支支皮脆肉多汁的烤鸡里 藏着洋葱 是林家父子用生命烤出来的 儿子林坤杰年轻时放荡不羁 未成年就涌枪混荡铺 在警局征训时 妈妈下跪的荧幕 彻底改变了林坤杰 十年前她接手了老爸的烤鸡事业 曾经因为在高温的地方太久了 导致脱水热衰竭 她仍然坚持自家的烤鸡传统 只要客人爱吃 她会永远烤下去 在山山里 你知道有经验感吗 有 我就觉得过年 我会带我家人来这边吃 客人笑说用导航 可能还找不到的地方 姑且说这里是一个秘境吧 从台中往坛子的山上走 拐个弯 来到一个幽静的农家 桌上摆着免费吃闹饱的当季水果 空气中飘散着烤鸡鱼味 这里是果园也是餐厅 简单朴实的生活箱 藏着一份寒厕骨的蜕变 肉汁都会留在里面 就是好吃 看 你看这个鸡汁 这鸡就是这样一看就知道好吃了 鸡羊酥脆 有分音你看 鸡羊酥脆 皮脆肉多汁 完全符合客人对烤鸡的完美要求 这种上等滋味 同样也是老板林坤杰的坚持 它的烹煮方式就很简单 可是就是吃得到鸡的原味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时候来吃是最好吃的 如果再放下去就不好吃了 俐落的伸手 剁着刚出炉的烤鸡 林坤杰总说自家的汤仔鸡 是用生命做出来的 爸爸林冬村 号称台中汤仔鸡的始祖 十年前结下爸爸的手艺 烈火干柴之下 要能忍受四百度的高温 是第一条件 温度全开那么热 会经常中暑是很正常的 我心跳很快 然后很喘很喘 好客气 继续做啊 工作啊 还有客人来了 还要从医院呢 又没有昏倒 手脚都还能动呢 这么小的一堆火 我好像站在这里 所以说你要像这个全部都开 不要说走进来 你在外面你就 你就不敢不敢靠靠进来 用旧的砧板来作为木材来源 每天第一个工作 就是要先批会 这些基本工全是林坤杰 从小看到大的劳力活 爸爸林冬孙的烤鸡里面有洋葱 最早他是从事铁工生意 为人海派花钱不知节制 养兰花玩鸽子 对储蓄完全没有概念 不知不觉产生了负债 加上还要照顾智能不足的小儿子 结束铁工生意之后 他选择到坛子山上的农地 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本来是来这里是要養鸡而已 養鸡种种水果 我是农家师弟嘛 第一次吃到沙拉油桶烤的烤鸡 脾脆多汁的美味让林冬村难忘 他灵机一动 开始用自家养的鸡来做烤鸡 在四十年前 台湾几乎没有几家烤鸡店 他也开始了中部汤拉鸡始祖之路 我初生是吃看看的 什么鸡都把它烤 这种烤鸡法是比较辛苦 就是说火在外面 它那个温度很高 烤是一个非常好吃的 我的鸡实在讲是很好吃的 客人们口很相传 开业一年后几乎天天客满 生意好到一天可以烤上五六十只鸡 这样的盛况带起潮流 甚至许多烤鸡名店都前来取经 只是当时的林坤姐 在外经营当铺生意 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接手 两兄弟而已 弟弟他的智商比较低 就当然是他要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回来做这个 一只烤鸡光烤就要四十分钟 我才卖你七百块 卖的是什么 我的经验 我的汗水 一个桶子最多两只 林家祖传的烤鸡方法很不一样 把鸡放入铁桶之后 使用火围绕在桶子周围 用焖烧的原理 把鸡肉逼近到最完美 太辛苦了 没有人要这样用 那种统称叫焖鸡 都是一样叫焖烧烤鸡 所以还好啦 才三五而已 不会啦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烈火跟浓烟 现在这里的温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温 我的皮肤跟我的脸 都非常感觉这个手疼疼 我们今天拍摄大概十几分钟 不只是我们的摄影师 也是快有点受不了的感觉 可是老板林坤姐告诉我们 现在这样子的火跟这样子的高温 都还只是小case 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他每天就在这样子的高温 去烤着他们家招牌的烤鸡 我们一开始都一定要先用五火 五火你才能所知 产生所知作用啊 不够的时候要赶快再加火 然后现在再来再焖烧 就是温火 在至少三四百度的高温之下 最常见到林坤姐不是在擦汗 就是拼命补充水分 刚接手的时候 因为耐不住高温 林坤姐甚至做到脱水 热衰竭 老婆蔡依珊随时在爬 就怕有个什么万一 她都会帮我准备水啊 都用来打骂 在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 那是我们的颗水和我们的心血 所以说那是有两种不同的滋味 虽然是同一张钞票 赚的同样是钞票 却是不同的心境 人生的转折 让林坤姐愿意放弃外面的花花世界 回家来帮忙 在进入烤鸡人生之前 林坤姐每天在当铺出入 复杂的生活方式 让他差一点就走上不归路 我从毕业就出去外面办公办公了 就喜欢打架 又有拿枪 那才17岁而已啊 比较扩张 那就是当着街开枪啊 站在马路上就逃枪出来开啊 然后就把人给押走 也已经背了枪炮弹药了 一满18岁警察就马上处理我 想要用枪炮弹药法送林坤姐管训 折腾了好几个月 母亲的一个举动却让林坤姐痛改前非 那时候在警察局里面 妈妈就看到记者啦 跟那个警察就跟他们跪下去 我马上冲过去 他整个心都化掉了 他想要诠释说 我儿子是个好人 是一个孝顺的人 就这么先探 当时要叫他回来 不能玩牢 所以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没有 因为他一定回忆到他 惹大 Guard 所以我 modo 向外面又出现 所以说就是这一幕感到说 可以了啦 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了 就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去伤害家人了 所以说就慢慢的会 才比较说约束自己 脱胎换骨后的林昏洁 从拿刀枪的生活 变成了感激简单的日常 你现在的这些饲料是什么 这个饲料里面有麦片 двух 還有木草 肉質才好吃啊 我們盡量就不要用飼料的啊 昨天生的嘛 剛回來的時候也是 遇到有一些客人 喝酒醉的 喝酒醉的還是 性子還是會抓起來就打 把客人拖到旁邊就打 結果還是要拿錢去跟人家和解 以前五萬塊對我來說 一個晚上花個一二十萬沒什麼 但是回到家裡五萬塊 我要烤多少隻雞了耶 從前回火金錢無度 如今靈魂節才明白 原來當初爸爸媽媽時那麼的辛苦 曾經走錯路的兒子回家來了 一家人團圓的農家日常 就是爸爸原東村最大的希望 我最終的目的就是把整個一家人 跟人家住在一起 是手喔 對 真的要露食 所以媳婦是來這邊 還跟婆婆去的嗎 對 我以前都不會 我婆婆些的 傳承一代傳承一代 對啊 到現在已經是傳代了 本來我也是要放棄這個菜頭 還會練童 人家說不行而已 一定要坐下去 你一定要坐下去 湯仔雞配菜頭粿 是老饕們都知道的吃法 古法製作大招吹煮 陣陣吹煙沖出鍋蓋的雞洞 就是等不及上桌的美味 所以這媳婦做得很好 不錯 乾柴烈火燜出美味烤雞 也燒出了靈魂節的浴火重生 現在她的心中只有家人 兩個寶貝女兒 更是她努力的泉源 娶了老婆 有了孩子 每天都去聽她說 我們這次是我們救生人的生活 這次是一般家庭的生活 家庭生活 不過是這樣子 就這麼的平淡 把自己的身體用好陪著他們 就是這樣 就像在做這個一樣 能做多久 我就做多久 客人不嫌棄 我就做 一家鐵皮屋的深夜食堂 賣的是各種海鮮本汤 米飯吸附滿湯汁粒粒分明 白蝦 小卷 螃蟹 生蠔 鲍魚 客製化 想要吃什麼 通通都可以加 老闆何冠德從夜市餐車起家 一泡而紅的龍蝦粥 還曾經締造一個晚上 就賣兩百碗的紀錄 他用獨門的海瓜籽 扇貝製作成青湯 跟龍蝦糕熬煮出無敵金黃色 喝起來濃郁鮮甜 美味總是讓客人 追著何冠德的餐車 跑遍台中 無論是平價爆量海鮮粥 或者是高檔整味龍蝦粥 粥粉們通通買單 曾經歷經了車禍 種種人生低潮 何冠德的海鮮粥 還差點面離席燈 他是如何提過來的呢 這是龍蝦粥 對 它要超多的 很大隻的龍蝦粥菜 過來這裡 過來這裡 對啊 對啊 這個湯很濃 你看它可能是蝦膏 就是有融在裡面 所以就非常入味 放喝下去的時候 發覺很濃郁 真的很濃 餐廳這樣煮還滿酷的 要不是親眼見證 真的不敢相信 可以這樣吃龍蝦 人人桌上一碗龍蝦粥 干貝 蛤蜊 白蝦 小卷 螃蟹 生蠔 鮑魚 扇貝 松葉蟹肉 想吃什麼都可以加 一整隻的大龍蝦 肉質Q彈 咬下去幾乎要爆汁 在台中風源 號稱要被龍蝦淹沒的海鮮粥 除了霸氣 找不到第二個形容詞 因為那個時候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那個海鮮粥嘛 那我去跟人家拚這個天下 人家東西要特別不一樣啊 要做就做高檔 對 做創持者 做跟人家不同的 所以我最快的速度是 五點營業 五點半結束 真的假的 生巾煮到懷疑人生啊 就四鍋這樣子 四鍋這樣子 對 四鍋 然後客人後面就 就像裡面一樣 做得滿滿的 告訴他說不要再等了 要再等 要四個小時不要等 曾經半小時就完售 這生意好到無人能及 在餐車上俐落 煮著粥的是老闆何慣德 賣海鮮粥堪稱 楓源深夜美食第一把椒椅 他很敢賣 客人也很敢吃 高檔海鮮食材全入粥 但何慣德煮的龍蝦粥 不是噱頭 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功夫 給龍蝦洗三溫融 一般我現在這個動作 外面是都沒有在做的 你說現在讓他靜一靜 對 這個動作 因為龍蝦 跟龍蝦的顏色都不一樣 跟他那個蝦膏的成熟度有關係 四爐其開 金黃湯色超級誘人 大尾龍蝦在高湯裡滾動 人生追求的不就是這個美味嗎 各種海鮮完全客製化 想吃什麼老闆都可以加給你 但是生米的飯其實早已熟透 丟緊鍋中熬煮 類似南部的飯湯 也讓何冠德的粥更有特色 就是比較粒粒粉粒 就是沒有很醜 就是鹹鹤 每個都很搭客 吃我的東西要有原份 只要一擺上了 我沒有鍋子 我就是沒有辦法煮它的 如果不能等的話 它就明天再來囉 對 當邊的人都知道這個東西 這種鍋它可以吃到最多 可以吃到六人份 在小小餐車上熬出的是 澎湃滿貫的海鮮粥 有個新的老闆超熱氣 面對老客人 甚至還會觸動臉盆來裝粥 爽客龍蝦鮮度破板 米粒吸附湯汁口感分明 許多海鮮粥粉 從五年前開始 追著何冠德的餐車跑 那麼瘋狂不是沒有原因 要在豐原能吃到 和海邊零距離的海鮮 何冠德確實做了不少功課 一路在親自選貨中 滿滿摸索 我跳個一個目前那個規格 我要不規格龍蝦 這是印尼的小新王 這大概五大 這隻的話是接近三百個 那就直接訂購十隻喔 二 三十隻左右 五隻喔 其實我們都會 晚上的時候 我們都會丟一些貝類啊 或是生蠔類的東西 讓它會 讓它保持它的活力是最好的 先開始就 我要那一隻那一隻那一隻 就這樣子買了 然後回去自己帶一隻 對...我們回去再看它怎麼處理 然後後面就... 就開始不懂就問啊 就找老闆問啊 這一隻的話 差不多兩...三斤左右 太小隻它沒有肉啊 等一下調厚一點的 像這樣厚實一點它有肉的啊 龍蝦 帝王蟹 麻糬蛋菜 大白隔 全部都可以入周 何冠德對食材不手軟 頭跳直送 接著該清洗的 該對切的 都要搶先趕快處理好 再急速冷凍 可是真正的海鮮粥 它是不靠調味料的 像我們這邊就不放鹽巴 不放米酒 不放味精 不放雞精粉什麼都不放 就單純就是海鮮 我們的湯有名字耶 叫做清澈湯啊 用清澈透明的湯來煮粥 在加入海鮮食材後 越熬越發鮮美 何冠德研究很久 才悟出其中原理 這是扇貝 所以你下次用的是湯頭 對 他一定要用這種小籃子 他沒有辦法一直用 直接把它往下面丟 湯的顏色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的是它的味道 僅僅只用扇貝和海瓜籽 汆燙的澄清湯 這完全顛覆了眾人的想像 何冠德也曾經用很多的食材 費時來熬湯 卻忘了海鮮食材最重要的就是原味 這湯底問世之後 就成了他打遍台中 無敵手的秘密武器 沒有辦法啦 前世工作我沒有做 他沒有辦法做 做這個都是要一對手 沒有一對手沒有辦法做 媽媽趙文怡幫忙前置備料 搭到煮飯 小道切菜包蝦 都盡力達到兒子歸毛的要求 要做到那傳說中 粒粒分明的米飯 煮成粥之後 能不灼了一鍋湯 竹子倆研究把煮好的米 要先冰在冰箱 一天一夜再拿出來 用手壓碎 這是你們家這樣煮出來的嗎 對啊 你說人家煮的湯 怎麼會輕輕的 煮的怎麼會苦苦的 然後他說是不是我們要冰過 把那個這個水分吸乾 然後做這個時候 我做得很生氣 硬梆梆怎麼壓到 綠綠分明出來 後來就想這怎麼做 所以那個時候 做的時候不知道要靈怎麼做 手都受傷了 他沒有鑽成過 他到現在也沒有鑽成過 給他急速冷凍啊 喜好趕快急速冷凍啊 你們還拿過來 我媽媽是一個大善人 她是一個很和哀可親的人 她只是 她都只是會抱怨而已 你還要做多久 你可以換別的工作嗎 你知道我很累嗎 從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是一天只睡兩個小時 回顧一碗海鮮粥 五味雜成是人生的滋味 本來是傳統上班族的何冠德 五年前無預警遇上公司裁員 安穩的生活以期變調 想要創業賣吃的 身邊卻沒有一個人看好 單純就是三車 起初開著小發財車 在台中各地賣海鮮粥 憑著吸睛澎湃的龍蝦粥 慢慢累積客源 口耳相傳之下一起爆紅 聲音好到連何冠德 自己都不敢相信 最高紀錄一天 一個月通常都是在 每一天都在一百三十幾晚上 讓我最感到訝異的是 居然有客人 變在我的後面旁 他開車車追著我後面旁 我到店的時候說 你有什麼事嗎 他把你什麼時候 因為我要吃東西 累積一票死中粉絲 想贊成立大功 但因為海鮮食材在地動中 不予保存成本過重 加上經歷了一場車禍 車子幾乎全毀 暫時熄燈的海鮮粥 都讓鐵粉無法接受 何冠德在休息半年後 闖出江湖 那半年為什麼不做了 聽到我不做那種消息出來 之後大家一窩瘋跑回來 你不能不做喔 我們會吃不到喔 很開心的心情 就是有人願意吃你的東西 即使用了小店面 何冠德依然堅持在餐車上賣粥 除了利手海鮮味 他更突發奇想 做出了外面沒有的蟹餅和魚餅 我吃了很多魚 所以其實魚它比較適合做炸的 一般我們叫外酥內軟 炸下去把它燙那個 螃蟹跟魚是更明顯的 對... 炸過的魚餅蟹餅整隻超吸睛 酥脆口感帶著豐富海味 軟嫩的內層是越嚼越香 何冠德又滿滿創意 靠著海鮮扭轉了自己的身身 那支持我最大動力就是我媽媽 那我愛你 講這麼大從來沒有空中 他給我很多的空間跟時間 我去做了很多的嘗試 如果沒有它的話海鮮粥 還會有 可是應該不會獲得那麼重 對... 海鮮與粥的對味 加了一點生命中的 成就豐富豐富花 需要更多的是腳踏實地 滋味方能越好越鮮甜 您有吃過椰子雞火鍋嗎 最近幾年在大陸廣東 非常的火紅 裡頭只加入三顆新鮮的椰子水 新鮮椰肉還有溫補的食材 跟整隻的土雞一起去煲湯 加了椰子的雞湯入口鮮甜 雞肉質更是顯得細緻 而現在在台中就這麼一間 隱藏在田裡面的餐廳 老闆陳偉跟母親他們來自廣東 為了呈現最道地的廣式椰子雞 母子倆花了大半年時間 在台灣尋找最棒的食材 其中台灣老椰子特有的椰香水田 讓自家的椰子雞 客人吃了讚不絕口 就是新鮮的椰子老闆直接加 對 感覺很棒 都是一大顆這樣繞下去的 它的椰肉也很甜 就是這樣一直跟雞一起滾 好像台灣好像沒看過 我已經過一個禮拜來吃一次 每天早上卡車新鮮直送整車的屏東椰子 差不多啊 老椰子啊 對啊 那我們的椰子都會叫他挑那個老椰給我 跟著一樓樓屏東老椰子交手 是陳偉每天一早的例行公事 三十出頭的他得使出全力一刀刀硬拼 先種老的啦 我們平均一顆大概砍十五到二十刀啦 一般這邊啊 就會騎水泡啦 很累啊 很有力耶 要砍到這兩邊都痛 陳偉木子良來自大陸廣東 在台灣定居 為了做出道地的廣式椰子雞 騎水泡是代價 因為老椰子才有椰香水田 是椰子雞的靈魂 在台中郊區的這處農田中 隱身一間餐廳 賣的是廣式熱炒跟特色兩拌菜 地點偏僻但門庭弱勢 很好吃 外面請客 應該要來一個人 對 這是真的 而且他這個地方真的不容易找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是因為真的是好朋友 介紹我們才有辦法找到這個地方 上門的客人都是為了這鍋 近幾年在廣東紅到不行的 椰子雞火鍋 但在台灣卻是少見 這碗湯一個給喝的 好像有去到廣州去吃到那邊 那種流行的那種椰子雞的那種感覺 因為在那邊的椰子雞 這一種湯鍋是非常夯的 在台中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 注重養生 它蒸的東西真的特別好吃 所以我帶一個好朋友啊 同學啊 姐妹來 就是有那個甜味啦 就是說他加了那個椰子水 所以我覺得那個湯土 就是很甜 應該椰子就是比較屬於清涼嘛 所以吃一下就覺得那個整個很讚 超讚的 廣東人說椰子雞 是三顆椰子一隻雞 諾辣的砂鍋裡頭 有整隻放山小土雞 裡頭清澈的高湯是椰子水 片片白色是新鮮椰肉 跟枸杞 紅棗等中藥材一起煲湯 美妙的滋味讓人不可置信 不用燉很久 這個是吃它的清甜的爽口 對啊 所以你就不能煮太老啊 所以要用砂鍋 用文火來慢慢煮 對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因為我本來以為說那個椰子雞應該 椰子味很濃 但是它吃得到那個清甜 可是完全沒有椰子味 然後你反而吃得到那個土雞的那個 那個很特有的那種油香 這椰子雞除了喝甘醇雞湯 吃鮮嫩土雞肉 還可以加入很多食材 像是蔬菜 菇類等火鍋料 變成美味火鍋的吃法 像那個丸子也是外面沒吃過 我在這邊第一次吃的 還有它的雞 它的雞 它的用椰子水熬 之後變成說那種湯會有層次 椰子雞除了原味 還有像是竹笋 藥膳 或是加入昂貴的蟲草花等口味 蟲草花椰子雞淡淡精華湯頭 喝起來有種特殊香氣 也是很多客人喜愛的 由於椰子雞湯頭好喝 常常見底 除了有免費高湯可以續加 若要原汁原味還可以這樣加 一顆椰子其實也沒多少水 因為它老椰 但它水不是很多啊 它老椰很甜 因為椰子老了才甜 有肉煮湯的口感才會甘甜 如果你是用那個輕輕的椰子 沒有肉的 就是你外面買再喝的水很多的 它是不甜的 話說椰子雞最早是大陸海南省名菜 後來在廣東很火紅 為了做出道地廣式口味 陳偉母子良可是花了很多心血 在台灣找食材 又有一點接近那個 廣東那邊那個文餐雞 我們的雞的話 就是要用這種規格的 這種品種的煮才好喝 切好的雞肉得先汆燙 然後一旁這一大鍋乳白色湯頭 可是足足熬了12個小時的精華 有那個雞松骨跟雞腿骨 最少熬12個小時以上 高湯那個甜度才出來 白色高湯上鍋前還得先過濾 桃鍋裡頭先前已經加入 三顆椰子水 用天然的椰子煮上雞 它那個非常好吃 有嫩不上火 不上火 因為椰子比較清涼 比較清涼 但是它不是涼 它有雞 又加上這個蟲草發中藥材 剛好是溫和的 加上椰子肉 想當初為了這挖新鮮野肉 紅子良搶破頭 開始的時候也是找不到方法 用那個湯掃在那邊挖 挖一天都沒挖幾顆 有聽說泰國那邊是用那種犀牛角刀 這種類似那個犀牛角刀 它下去的時候它是軟的 一整片挖出來 我要椰肉的目的 主要是把它裡面的甜度煮出來 年紀六十的彭華林 早年在廣東很多餐廳工作過 本身也有台灣廚師執照 會開餐廳 是因為老伴走了 一個人在台灣孤零零 親友建議他發揮專長 找點事情做 往事引財啊 中餐 私餐啊 對 都會耶 然後就煮給家人吃 朋友吃 他們說好吃 他叫我有這個廚藝 就開一間這樣子 我媽媽當時是看到我們台灣這邊 很少看到有椰子雞 這種料理的餐廳 然後在廣東那邊就很多 我們在想說廣東那邊都能紅起來 應該在台灣應該也蠻有市場 原本從事貿易工作的陳偉 也很貼心 放棄優渥的收入 陪母親在這偏僻田中 一圓夢想 因為老人家老了 然後他也沒辦法再這樣跑來跑去 先說老人在這邊 然後就跟著回來就好了 這樣要一個原味椰子雞 四分之一百斬雞 然後那個有一個炒米粉 胡子良就在台中這處農田中 賣齊廣式功夫菜 餐廳旁的空地成了媽媽的開心農場 我客人一來到就要指令吃這些菜 本來我就媽媽不要種了啦 很辛苦 很累啦 然後我媽說客人要吃就要種啦 不是 我的心情很喜歡種菜 因為我感到外面買的菜都不好吃 因為我愛吃菜 而且我愛吃那個沒有農藥的菜 陳偉妍喜歡跟鄰居買新鮮食材 產地跟餐租鄰居禮 你又要拿來煮什麼 煮那個火鍋 火鍋料啦 最重要是我們要拿來煮很甜 這是什麼 這是甜的因為我們餐廳 我們餐廳要用到了 所以就跟他就是把包下來就對了 對 你可以吃看看啦 沒有農藥的啦 那個很好吃的耶 現在的耶 很甜啦 跟外面的不一樣 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其實一桌好味曾經也一度要關起門 每到兩個月就武漢肺炎 結果好慘 我們就等於在休息了好幾個月 心真的很累 曾經有想過放棄 但天舞絕緣之入 正巧有台商去不了大陸廣東 看到台灣有人在賣廣式椰子機 於是假後到修補 廣東很難找到立道的廣東菜 然後剛好我媽媽做的菜色 她也是沒有改過的 就按照廣東那邊是怎麼做 是怎麼做 因為這是我們從小吃到大的家產菜 這就是廣東廣東那樣的賣 千萬不要改 因為我跟妳講到處都是台式的 對啦 一改的話就不會來吃 好啦好啦 謝謝 全來哈 除了椰子機之外 店裡頭有很多特色沙漿料理 其中這廣式白切機 每桌客人都會點上一盤 尤其他的白斬雞 超級好吃 不過本來現在給你們照相 你看我們剩下雞爪而已 那燕雞吃的肉跟土雞吃的 白斬雞就不一樣 所以大家看到 哇 這是燕雞就很特別 Q彈又那個...Q彈又好吃 我們可能說吃雞要有雞的味道 你拿普通的那種土雞來做的話 那他就沒有那股雞味了 我們說的雞味了 說真的大燕雞 台灣頭到台灣尾都吃得到 但他們家厲害的就是這位 特製獨門沙漿醬 台灣的醬長得差不多 可是它不是同一種品種 它的味道有一種新鮮的味道 他拿來做這個專家非常好吃 一定要加上一點鮮菜才會好吃 然後我們出菜的時候 都會把這個醬汁拼得晶瑩一點 這個醬料應該是它的醬汁 你只吃得很好吃 還滾它的醬料更好吃 除了廣式白切雞 還有口味特別的廣式炒米粉 光看翻炒就覺得功夫十足 還有費工的廣東沙漿燜雞 它有種薑應該就是所謂沙漿 跟我們台灣那種燒薑又不一樣 那味道你加在任何東西 加在菜裡面 加在肉裡面 那個味道就體會出來 像我們是做食品 所以我們對這個美食就特別注重 除了廣式熱炒必點的特色涼拌菜 有滷牛肉 小黃瓜 這些看似平凡的菜 吃起來完全跟台式風味久然不同 超棒的 不一樣的口味喔 不能怎麼做 加起來 好像跟我們自己 到外面吃都不一樣那個 感覺很 我也不會講很棒的滋味 靠著媽媽的家常手藝 母子倆齊心 在這田園中打拼 用台灣最棒的食材 還原道地的廣式美味 您吃過會噴汁的餡餅餐車嗎 在台中市北區的街頭上 有一台超狂的排隊小餐車 銅板架餡餅卻有著不平凡美味 金黃酥香的餡餅現點現做 有牛肉 豬肋兩種口味 內餡紮實飽滿 咬下去還要小心喔 因為會爆汁 另外人氣蔥油餅也是現桿現煎 一切下去還會發出酥脆的卡茲生 再搭配青蔥還有芝麻 吃起來是Q彈有勁 其他像是芳粿還有韭菜盒也是招牌 老闆林洪榮夫妻 經營了33年 是在地人才知道的隱藏版下午茶 都快不認識了啦 現在這個鮮牛肉 竹肉餡餅 不會咬到很肥的肉 然後又很有汤氣 竹肉餅 非常好吃 它那個口感 跟外面的重點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厚厚的 它桿得薄薄的 然後去煎的時候拿起來 你會覺得說 那個又Q又脆 口感很特別 一台平凡的餐車 卻吸引眾多人潮 平常是下午台中市北區 超市旁的這家小餐車 蔥油餅 牛肉 豬肉餡餅 韭菜盒 藕貴 幾樣簡單品項都深受客人歡迎 韭菜盒子一個餡餅 然後如果還吃得下 就再來一個藕貴 老闆是當場趕 所以那個趕 你會感覺得到 它咬下去是Q的 對 很棒 2月26來接 攤車前 老闆林洪龍 王淑芬 扶其各舉左右一方 擀麵團下鍋煎餅 招呼客人沒停過手上工作 靠近攤位就感覺得到忙碌的熱氣 尤其這餡餅還以爆漿聞名 它裡面是會爆漿的 就是你咬下去那個汁會噴出來 你看這樣子都沒有湯對不對 其實它煎下去 一道熱湯汁就跑出來了 因為這個是 飯的時候就把湯汁放在裡面 然後放到極速冷凍裡面 給它動起來 老闆林洪龍講著訣竅 餐車前現點現包 光是用看的就覺得超新鮮 現在溫體豬配上青蔥 加上獨特調味蜜方 將外皮煎到兩面金黃焦脆 麵皮特有的老麵香氣 吸附肉汁Q又香 除了豬肉還有牛肉口味 內餡同樣紮實飽滿 肉鮮蔥香跟著熱氣蒸騰燙口 還得小心這清流二處的肉汁 你看...就這樣子啦 這個爆漿啦 鍋子裡面就爆漿了 然後被噴得 我常常燙到哀嚼 我有一次這樣子下去喔 對 那就是那一次啦 這樣下去 就...對啊 下去整個皮都...整個皮都掉了 一盤通到這種狀況 應該馬上就收彈了 哪有可能 我的個性不會 當你被錢追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的 王淑芬會這樣拚命 都是為了養家 三十多年前跟先生兩人 為了生計選擇創業 想開店面資金不夠 好不容易湊足了一筆錢 只夠買起二手小貨車 就這樣夫妻倆 開啟了他們33年的餐車人生 一開始是這個 但是這才可以跑啊 就跑夜市啊 這次都是... 我們還跑過菜市場 賣一個早餐賣80塊 40塊啊 都不夠 第一天啊 對 有一次來 就從大安喔 那時候就真的有80塊吃 連次早餐都不夠吧 有錢也不夠 一開始創業圍堅 沒有固定攤位 走到哪 趕到哪 被開單早已是家常便飯 那時的他還帶求做著生意 我懷孕五個月 才出來做生意的啊 妳這做到多久 就真的才去生小孩 做到早餐啊 妳知道我們全年無休耶 那時候喔 對啊 後來因為肚子很大 他先生覺得說這很危險 就變成他去買菜了啦 我比較聰明 他買之後我就不去了 王淑芬個性大方樂觀 總是把吃苦當吃補 個性含蓄的先生 林洪龍心疼妻子 不善於表達就用行動付出 應援機會下 來到這裡擺胎 成了他們餐車的固定地點 做了33個年頭 如果說真的要感謝的話 真的就要感謝另外一半 跟哪一個女孩子說 願意陪在我身邊這樣說 在那個白天啊 風吹日曬 在路邊這樣三十幾年 根本幾乎是沒有了 鄉下的人喔 經濟也沒有什麼很 而且家裡的孩子又多 像我們家裡就五個男的 兩個女的 我們就七個孩子 或許是夫妻 都有著身為老大 需照顧弟妹的責任 他們倆從年輕時 就驚動得賺錢養家 林洪龍更是從國中開始 就到西點麵包店當學徒 我十幾歲就開始做麵包 那時候就有在做太陽餅 我們結婚的時候那個喜餅 還是我自己做的 你早期要當學徒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要做 他的功夫底子就是從這扎根的 後來跟親戚學做 還有蔥油餅跟餡餅 怎麼拿捏比例全憑經驗 在麵粉堆中打滾了快五十年 早已熟知特性 但當初從西式點心換成中式 仍是隔行如隔山 失敗過很多次 才摸索出他認為的 最佳比例 這個是第一次感 等一下還會有第二次感 前面就是剛才在打麵 一半冷水 一半燙麵 因為燙麵的部分 它本身就會有一點QQ的味道 那冷水麵的話 它就會有 那個表面稍微有 淡淡的酥脆的感覺 每天公司擀麵糰 就得耗上它大半時間跟體力 因為不管是蔥油餅 還是餡餅麵皮 它堅持要吃出酥脆感 加蔥花更是不手軟 每番子一次就鋪一次大把蔥花 再殘酸包卷折起來 無論成本再高 食材的量跟品質都很嚴格要求 冬我也是都是採用當天的 那個肉的話 我都是採用我們國內的溫體的 薄力一點沒關係 但是我們要做的東西 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秉承良心做生意 每天一早忙備料 下午就準備開工營業 謝謝 餐車一到還沒正式營業 客人馬上聞香而來 現煎蔥油餅手工麵皮又Q又香 裡頭軟嫩 外皮酥脆 很有層次感 每一口都拌隨濃濃青蔥香氣 還會特別灑上芝麻提味 另外它的韭菜盒也是一絕 內餡每天現煮現用 蒜頭爆香的豆干和蛋 及當天現買的新鮮韭菜 搭配冬粉及調味料 攪拌在一起就是美味的關鍵 粉白柔軟的韭菜盒現點餡包 薄薄餅一粒 塞滿了韭菜冬粉餡 吃起來鬆香雙口 加上淡淡的胡椒椰調味 更能吃得到自然的甜麵香 這個因為裡面冬粉 它不會太濕 它吃起來口感很棒 這個餡不得了的 非常好吃 我從86年吃到現在 我老闆他們更厲害 他們小孩多大 他們就做幾年了 對 都已經30過了 對 客人的讚賞 當然是老闆前進的動力 林洪隆包進的不只是用心 更把自己的故事 也包進內心裡 做這樣子最值得欣慰就是說 可以把兩個孩子拉拔長大 孩子也可以做完整的學業教育 不過這當中就是 比較苦的太太 跟著我這樣 東奔西跑 然後在外面風吹日曬 有時候像台風天的話 也撐個大傘都撐不住 她都會淋雨 我自己有這樣子 我就說我的心情說 做我的另外一半 我就說 這家人家很窮 我不知道 我家很窮 而且孩子又多 父母也沒辦法什麼 放得上忙啊 就是這樣子 凡事只能靠自己 回想過去的辛苦 讓林洪隆忍不住紅了眼眶 一路走來很不容易 也教導孩子要懂得節儉及珍惜 常常跟我兩個孩子說 你的阿公阿嬤沒有給爸爸媽媽什麼 我們今天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跟你媽媽在路邊 用生命 用清福 用歲月去換來的 我們在路邊做生意 都是五塊錢 十塊錢 這樣慢慢的累積下來 常常孩子說 要節儉的不要浪費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賺的錢 真的說真的是很辛苦很累 妳好 妳要幾下 藕櫃一個 那個來 半張蔥牛餅 我帶了只一個 好 餐車內只有五樣簡單品項 同本價美味 讓它的藕櫃也很受歡迎 每天現做進到外酥內軟 入口柔滑 還吃得到整塊芋泥 使用純米製作 每口都帶有米香 還有人一試全主顧 吃起來就是好吃嘛 好吃就會再來買一下 就是很好吃 老闆娘很親切 他們的東西很實在喔 最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吃藕櫃 多加點胡椒粉 非常好吃 因為它那個芋頭絲很多 然後你吃起來就會覺得說 那個口感非常紮實 很新鮮 然後你不會覺得那是餐粉 就覺得用料很實在 這台餐車等於是夫妻朗賺情的雙腳 更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看天吃飯也得要有對生活 與責任的堅持 好多人都很訝異 說你們怎麼有辦法在那個地方 坐那麼久 我說或許是老天對我們的缺點 也可以說老天對我們的好愛 跟你講 比我們苦的人還很多 我都會這樣 我都覺得我們很幸福 很知足好不好 真的啦 我都跟他說 師比壽更有福 要是我們有能力 我希望我是幫助人家 不是被幫助的 你也很快樂 不是你有多少錢 真的 賺多賺少不重要 他們正向思考積極樂觀 現在已經有餘力可以休息就好 假日不賣 只賣平日 回顧過往的路 夫妻朗所展現出來的精益任性 也自成一套人生哲學 做任何的事情 一開始如果不順遂的話 還是要堅持 事情慢慢的總是會有鑽還餘地 只要我們有堅持到底 你相信就可以 可以做得很好 靠著這一台小餐車 連紅龍夫妻走過辛苦的街頭人生 三十年如一日 用正向勤奮的精神 創造屬於自己的成功機會 台中米其林自開辦以來 就吸引了不少老饕前往朝聖 十三歲舟陸航的劉俊宏 在將這料理中結合創意 把一手古早味的台菜料理得出色 以招牌菜 甘蔗滷蜂肉 還有川崎炒牛肉 連續得到了米其林壁底燈的推薦 而這個曾經被師傅用鍋鏟打罵的小學徒 是如何用家常的滋味讓秘密客臣服的呢 帶你來看 米其林壁底燈給這道菜 川崎的滑嫩 然後搭配這個牛肉 整個就是很順口 簡單來講啊 這一家店的東西就可以知道 台灣這一百元來花是什麼 你們好 我幫您上菜喔 這個是滷蜂肉掛包 客人滿心歡喜等待佳肴上桌 這家位在台中太平街上的 台菜海鮮餐廳 一進門就有著濃厚的古早味 老時代的收集品擺滿空間 樸實無華 看得出老闆劉俊宏 有一副舊靈魂 而出自於他之手的料理 是連續入選台中米其林 比比登推薦 此等殊容讓美味很難低調 像這道甘蔗滷蜂肉 就是2020年榜上有名的秋肉菜 這是這個白甘蔗 它可以代替那個糖的作用 然後而且會回甘 就是一定要選那個五花肉 肥瘦均勻的五花肉 米其林燉這道菜很平衡 就覺得有很幸福啊 就好像家鄉的味道 讓人魂牽夢營的家鄉滋味 是用如一個半小時 又浸泡三個小時的時間換來的 肥瘦市中有亮的豐肉 吹彈可破 甘蔗也差不多透了 甘蔗就不要了嗎 甘蔗不要了 我們就是一天就換一次 台式口味裡受歡迎的蜂肉 常常讓人忍不住多吃幾碗飯 劉俊宏發揮巧思 用蜂肉搭配刮包 再配上也是自製的鎖肝 吸滿滷肉汁的濃香 簡直是人間美味 一塊蜂肉一點瘦帶一層肥 結合在刮包裡 果真是幸福滿分 來回翻炒的牛肉 一來一往之間 傳遞出帶勁新鮮 和川七的搭配果真是一絕 既滑嫩又Q彈 沒有過多的調味 國企早就提出香氣 看劉俊宏炒菜 感覺就是文人耍刀槍 他不走霸氣路線 而是用一種 撫慰人心的手法做料理 這和他的學生經驗很有關係 13歲就當學徒 劉俊宏的米其林之路全憑實力 國中的時候 百天是上課 下課之後我就是 做那種半學徒 我那時候每天都要煎 200個荷包袋 通常師父只講一次 你就要完成 你再問你 蛤的時候 你就那個草票就跟著下來了 然後就真的會衝去廁所 先把眼淚擦掉 然後趕快再去想一下 剛剛師父講什麼 因為那個衝擊很大 因為你才13歲嘛 小小年紀就在廚房裡受訓練 劉俊宏格外的成熟獨立 從沒喊累喊辛苦 一心只想要趕快出師 前前後後過了三年 高中又磨了三年 退伍回來就進台南大飯店 擔任竹竹的工作 也在此時遇到了他生命中 重要的另一半 太太盧玉文當時和媽媽在賣鹹酥雞 親切熱情的態度吸引了劉俊宏 先生 你第一次來喔 對啊 我們這邊有推薦你什麼 你要加辣嗎 就覺得說這個女生怎麼 服務態度跟我們在飯店 或餐廳的那個服務一樣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特別對這個 女生很有印象 嚴謹十九歲的花樣年華 盧玉文的初戀就是劉俊宏 為了多和對方相處 他甚至翹課 在家的時間也變少 媽媽開始有點擔心女兒 但正值熱戀和叛逆期的 盧玉文陶醉其中 隨著劉俊宏 調回台北飯店工作 這位台南女兒為了愛情 不惜離家 因為當下其實我媽也覺得說 這個戀情都是遠距離的 你要不要視可而止 我就半夜偷整理行李 我就跑到北部去找他 然後就不回家 就逃家就對了 我記得要逃家回去 是被掃把打的 盧玉文當時才大學二年級 母親是極度反對兩人交往 再加上覺得廚師工作 沒什麼前途 不願女兒跟著吃苦 但是再怎麼嚴厲的打罵 也打不退相愛的決心 一個小女生離家又逃學 為了對盧玉文負起責任 劉俊宏的家人安排了一場婚禮 把她迎娶進門 只是這女方的主婚人 不是新娘的父母 他們就幫我籌備婚禮啊 然後幫我找假的那個 爸爸媽媽來辦我的 你這樣結婚的爸爸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怨無怨母 當時候還是在一個 很生怒的狀況啊 可是我爸爸又必須保護我太太啊 不能讓她 讓大家說 她是沒有父母親 參加這個婚禮啊 所以就硬是找了我姑姑跟姑這樣 當假裝是她的爸爸媽媽 你不覺得她很長嗎 就沒辦法啊 滿真女方父母結婚 劉俊宏一家人本意 也是希望盧玉文能名正言順的 在劉家生活 婚後劉俊宏回到台中開餐廳 希望用創業表示自己 對老婆孩子的責任 但起初生意是乏人問津 劉俊宏對料理的堅持 竟不固執 在太平這個小鄉鎮 不管是菜色價位在一開始 都經過陣痛期 我比較擅長的是江浙菜 可是在當時候台中 這個大環境 江浙菜是比較不流行的 那時候幾乎整天就是門開著 整家店都沒有人 他想要古早味 他想要來到這裡 就回到以前的感覺 那種家鄉的感覺 像我蒐集很多老計程車 跟老理髮的 是因為我爸爸是計程車司機 他的計程車廠 就在我媽媽的理髮廳的隔壁 從父母曾經的生活 拼湊出的古早味 就是劉俊宏想要打造的世界 而父母縣早已退休 在山上自給自足 劉俊宏餐廳裡的許多食材 也是父母親的農場裡提供的 這地方就是在國姓鄉 這裡算是我們講的 國姓的前溝村 就是九九峰的底下 所以他那個山泉水都往這邊流 爸爸種什麼 我們都有賣什麼 蚵蚵蚵 就是用這邊的 對 我們小姐之前就要蒸 中小姐前後就要蒸 特大號的 這個很漂亮 經典 經典的 對 經典的比較漂亮 這個就代表說這個芋頭很鬆軟 才會有這個 你說紫色的那個 對…紫色芋頭代表它越鬆軟 你沒有農藥才能得到蟲 對… 有農藥都沒有這個 對 獨角生 不簡單 很努力 沒辦法到米… 米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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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忙碌的鍋爐前要出菜的是芋頭米粉鍋 自家種的芋頭用料就是大方 其他像是魷魚先爆香 再和其他食材熬成湯頭 等待日時間也不閒著 新鮮台灣雕給它吹下去 劉俊鴻料理這條魚的靈魂 是特調的五柳醬 只要是洋蔥要爆香啊 那五種不同的蔬菜就可以了 把它切成條狀就可以了 特殊的五柳醬層是豐富 有甜有鹹 有辣也微酸 淋在酥炸好的魚肉上 搭配吃起來口感絕佳 還有這道雞仔豬肚鳖 劉俊鴻獨創用加入肉服茶香料 讓湯頭與眾不同 憋肉富含膠質 五股雞紮實 淋上鹿茸酒更讓香氣提升 長廚將近二十年 劉俊鴻從十三歲的小學徒 一路走到米其林必比登肯定 也證明了自己扛得起 對奇小的責任 他做的菜遵循古法中 有著細微的巧思 滋味霸霸快 感動永遠是初衷 驚喜霸霸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